都说一代版本一代英雄 这句话的确是倒出了版本更替中的英雄现状 不过随着现在英雄数量越来越多 有些一位过强而被削弱的英雄 似乎被官方望在了角落 毫无出头之意的迹象 在峡谷里就有两个英雄 出场率竟然连1%都不到 下面就起来看看他们是谁 第一个是杨玉环 杨玉环是一位即回复游击反手与一体的重担英雄 在战场上不仅有一定的输出能力 还可以为队友提供续航 但如此强的一个英雄 出场率不足1% 这是令人费解的 杨玉环被削之后是一下子跌入低谷 估计有很多玩家都忘了有这么个英雄了 杨玉环的容错率低考验意识 在如今战事横行的版本 没落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个是孟琪 孟琪混得也是惨得很 出场率低就算了 胜率也是变底的 最新数据显示 孟琪胜率仅次于新英雄马超 小想当年 不管是AP孟琪还是AB孟琪 都是生猛得很 单挑一路几都不虚 而且开团 单挑 拆塔 Poke 样样全能 没有谁敢小瞧这个灵活的胖子 可惜孟琪的时代过去了 现在应该还有人在玩AB孟琪 但是结果如何 玩过的玩家心里都很清楚 来吧 答案 回宣子 的